却说李,郭二贼,御是现帝,张继,凡愁见约,不可,今日若便杀之,恐众人不服,不如仍旧奉之为主,转诸侯入关,先去其羽翼,然后杀之,天下可图也李郭二贼从其眼,喊住兵器,李在楼上宣御约,王允记住,军马何故不退,李绝,郭四约,臣等有功王室,魏蒙次绝, 顾不敢退军,李约,清玉封和绝,李,郭,张,凡四人各自写直贤献上,乐要如此官僻,帝指得从之,封李绝为车气将军池阳侯,领私利校尉,贾结月,郭四为后将军,贾结月,同禀朝政,凡朝为右将军万年侯,张继为票其将军平阳侯,领兵团红笼,其余李蒙,王芳等, 各为校尉,然后谢恩,领兵出城,由下令追寻董哲尸首,获得些零碎皮骨,以香木雕成形体,安凑停荡,打赦几次,用王者遗亲官国,选择即日,千藏没物,临葬之期,天降大雷雨,平地水深数尺,霹雳震开奇观,尸首提出关外,李绝后勤再葬,事业又复如是,三次改葬,皆不能葬, 灵皮碎骨,稀为雷火消灭,天之怒者可谓甚矣,且说立决,郭范记长大权,残虐百姓,密浅心腹势地左右,观其动静,现帝此时举动惊机,朝廷官员,并由二贼升教,英采人望,特宣诸眷入朝,封为太仆,统领朝政,一日,人报西梁太守马腾,并诸次使喊岁二将,引军十余万, 杀奔长安来,生言讨贼,原来二将先曾使人入长安,接连世中马语,建议大夫重手,左中狼将刘范三人为内应,共谋贼党,三人密揍县地,封马腾为征兮将军,寒遂为镇兮将军,各受密诏,叛利讨贼,当下李绝,郭范,张继,樊仇文二军将至,一同商议御敌之策, 谋是贾许,二军远来,只依身勾高磊,坚守已拒之,不顾百日,比兵良尽,必将自退,然后引兵追之,二将可勤以李蒙,王芳出约,此非好计,愿即精兵万人,力斩马腾,寒碎之头,陷于麾下贾许约,今若即战,必当败祭李蒙,王芳其声约,若无二人败, 请愿斩首,无若战胜,公义当初首级于我许位李绝,郭范曰,长安西二百里周至山,其路险峻,可使章,凡两将军屯兵于此,兼必守之,代李蒙,王芳自引兵营敌,可也李绝,郭范从起眼,点一万五千人马于李蒙,王芳,二人欣喜而去,离长安二百八十里下斋,西凉兵道,两个引军营去, 西凉军马拦路摆开阵势,马腾,寒碎连胚而出,直里蒙,王芳骂曰,返国之贼,谁去擒之,言未决,只见一位少年将军面入关狱,眼若流星,狐体员臂,飙伏狼腰,手指长枪,做起骏马,从阵中飞出,原来那将挤马腾只子马超,自梦起,年芳十七岁,英勇无敌,王芳其他年幼,月马迎战, 站不到树河,早被马超一枪赐于马下,马超勒马便回,李蒙见王芳赐死,骑马从马超背后赶来,超只作不知,马腾在阵门下大叫,背后有人追赶,声游未绝,只见马超已将李蒙擒在马上,原来马超明知李蒙追赶,却故意我眼,等他马进,举枪赐来,超将身一闪,李蒙朔个空,两马相并,被马超轻疏原臂, 生擒过去,军事无主,望风奔投,马腾,寒遂城市追杀,大祸生结,直逼爱口下宅,把李蒙斩首号令,李觉,国范听知李蒙王芳皆被马超杀了,方信家许有先见之名,重用其技,直理会谨守官方, 由他莫战,并不出营,果然西梁军未及两月,梁草居伐,商议回军,恰好长安城中马与家童出首家主与刘范,众少,外联马腾,寒遂,欲为内应等情,李觉,国范大怒,禁输三家老少梁剑斩于是,把三颗首级,直来门前号令,马腾,寒遂见军梁已尽,内应又谢, 只得拔债退军,李觉,国范令张继引军赶马腾,凡愁引军赶韩岁,西梁军大败,马超在后死战,杀退张继,凡愁去赶韩岁,看看赶上,想尽陈仓,韩岁乐马向凡愁,吴语公乃同乡之人,今日和太无情,凡愁也勒住马达道,上命不可违,韩岁曰,无此来意味国家二,公和相逼之甚也,凡愁听罢,拨转马头, 收兵回寨,让韩岁去了,不提防李觉之指礼便,兼凡愁放走韩岁,回报其数,李觉大怒,便欲兴兵讨凡愁,贾许曰,目今人心未宁,贫动干戈,身为不便,不若设一宴,请张继,凡愁庆功,就喜间勤愁斩志,毫不费力李觉大喜,便设宴请张继,凡愁,二将欣然赴宴,酒半蓝,李觉忽然变色曰, 凡愁何故交通寒碎,欲谋造反,愁大惊,未及回言,只见刀斧手拥出,早把凡愁斩首于暗下,吓得张继抚服于地,李觉浮起于凡愁谋反,故而诸之,公乃无知心腹,何须惊惧,将凡愁君拨于张继管理,张继自回红农去了,李觉,郭范自战败西凉兵,诸红莫敢谁和, 假许吕卷服安百姓,劫那先豪,自视朝廷威有生意,不想青州黄金又起,剧中数十万,头目不等,劫略两米,太扑朱卷,宝举一人,可破群贼,李觉,郭范问是何人,朱卷曰,要破山东群贼, 非曹梦得不可,李觉曰,梦得今在何处,宣曰,见为东郡太守,广有军兵,若命此人讨贼,贼可可日而破夜,李觉大喜,行夜草召,差人击往东郡,命曹操与吉北向报信一同破贼,操领了圣旨,会合报信,一同行兵,吉贼于授扬,报信杀入重地,为贼所害,曹追赶贼兵,直到吉北,将这数万, 曹急用贼为前驱,兵马到处,无不将顺,不过百余日,招安道将兵三十余万,男女百余万口,曹则精锐者,好为青州兵,其余禁令归农,曹自此威名日重,结书报到长安,朝廷加曹操为镇东将军,曹在眼周招贤那时,有书这二人来头曹操,乃影周影阴人,姓寻,明欲,自文弱,寻坤之子也, 就是袁绕,今气绕头曹,曹语与大跃,曹,此无之子方也,所以为行军司马,其之寻幽,自攻打,海内明氏,曾贷皇门侍郎,后器官归乡,今与其书同头曹操,曹以为行军教授, 寻御约,某闻眼周有意闲事,今此人不知何在,曹问是谁,宇约,乃东郡东阿人,姓成,明欲,子仲德,曹约,无意闻名久矣,遂浅人于乡中询问, 仿得他在山中读书,曹败景之,成欲来见,曹操大喜,欲为寻玉约,某咕噜寡文,不足当公之见,公之乡人,姓郭,明家,资凤孝,乃当今闲事,何不罗而置之, 欲蒙省约,无己忘却,遂起曹征聘国家到眼周,共论天下之事,国家见光武敌派子孙,淮南成德人,姓刘,明夜,子子阳,操极聘夜智, 一有见二人,一个是山阳昌义人,姓满,明宠,子波宁,一个是五成人,姓吕明前,子子客,曹操一宿之这两个名誉,就聘为军中从事, 满宠,屡前共见一人,乃陈六平丘人,姓茅,明剑,自孝仙,曹操一聘为从事,又有一将引军数百人,来头曹操,乃泰山聚平人,姓于,明晋,自温泽,曹剑其人攻马赎贤,武艺出众,命为点君司马, 一日,夏侯敦,引一大汉来剑,草问何人,敦曰,此乃陈流人,姓典,宁为,永利过人, 前跟张苗,与帐下人不合,手杀数十人,逃窜山中,敦出射练,剑为主虎过剑,因收于君中, 金特剑之于功曹曰,无关此人容貌魁梧,必有永利敦曰, 他曾为有报仇杀人,提头直出闹事,数百人不敢进, 指金所使两只铁几,重八是金,挟之上马,运使如非操及令为是之, 为挟几重马,往来驰骋,忽见仗下大骑为风所吹, 急急欲倒,众君是挟持不定,为下马,合退众君, 一手直定旗杆,立于风中,微然不动, 曹曰,此骨之恶来也,虽命为帐前都尉,解身上金老, 急骏马刁安次之,自是曹操部下文有谋臣, 无有猛将,威震山东,乃遣泰山太守英少, 往狼牙郡取赴曹松,松自沉流避难,隐居狼牙, 当日接了书信便与帝曹德及一家老小四十余人, 待从这百余人,车百余量,静望眼周而来, 道经徐州,太守陶谦,子公祖,为人温厚纯堵, 向遇见那曹操,正无其由, 执操夫经过,遂出境迎接,再败致敬, 大事延宴,款待两日,曹松要行, 陶谦亲送出国,特拆都尉张凯,将步兵五百护送, 曹松率家小行到华费,时夏末秋初,大雨昼至, 只得头一股四歇宿,四层接入,松安顿家小, 命张凯将军马屯鱼两郎, 众军一桩都被鱼打尸,同生结怨, 张凯欢手下头目鱼竞处商议约, 我们本是黄金鱼党,勉强将顺陶谦,未有好处, 如今曹家资重车辆无数, 你们遇得富贵不难,只就今夜三更, 大家砍江入去,把曹松一家杀了, 取了财物,同往山中落草, 此计何如,众皆应允, 是叶峰宇未熄,曹松正作, 护文四壁喊声大举,曹德提见初看, 就被硕死,曹松忙引一切奔入方丈后, 欲越抢而走, 且肥胖不能出,松荒急, 于一切躲于侧中,被乱军所杀, 英少死命逃脱,投袁少去了, 张凯杀进曹松全家,取了财物,放火烧死, 与五百人逃奔淮南去了, 后人有誓约,曹操兼雄士所夸, 曾将吕氏杀全家, 如今和户逢人杀, 天理循环暴不差, 当下英少部下有逃命的军士, 暴与曹操, 曹文之,哭倒淤地, 众人就起, 曹切齿曰, 逃迁纵兵杀无负, 此州不共戴天, 无今西起大军, 西荡徐州, 方雪无恨, 遂留寻玉, 成玉领军三万首卷成, 范县,东阿三县, 其于尽杀奔徐州来, 夏侯敦, 于尽, 点围为先锋, 曹令旦的城池, 将城中百姓, 尽兴徒鹿, 以雪复仇, 当有九江太守边让, 与陶迁交后, 文之徐州有难, 自引兵武前来救, 曹文之大怒, 使夏侯敦于鹿劫杀之, 时辰宫为东郡从事, 亦与陶迁交后, 闻曹操起兵报仇, 欲尽杀百姓, 行也前来见曹, 曹之士为陶迁做说客, 欲带不见, 幽灭不过旧恩, 只得请入帐中相见, 公曰, 今闻民工以大兵临徐州, 报尊父之仇, 所到欲尽杀百姓, 某因此特来禁言, 陶迁乃人人君子, 非厚历望一之辈, 尊父遇害, 张凯之的, 非谦罪也, 且周县之民, 与民工贺仇, 杀之不详, 望三思而行, 曹怒曰, 公曦弃我而去, 今有何面目父来相见, 陶迁杀吾一家, 是当摘胆关心, 以血无恨, 公虽为陶迁游说, 其如无不听河, 陈公辞出, 探约, 吾一吾面目见陶迁也, 遂持马头陈刘太守张苗去了, 且说曹大军所到之处, 杀戮人民, 发掘坟墓, 陶迁在徐州, 闻曹操起军报仇, 杀戮百姓, 仰天痛哭远, 我获罪于天, 致使徐州之民, 受此大难, 急剧重官商议, 曹报曰, 曹兵记之, 岂可束手待死, 某愿驻时军破之, 陶迁值得引兵出营, 远望曹军如扑霜涌雪, 中军竖起白旗二面, 大叔报仇雪恨四字, 军马列成阵势, 曹操纵马出阵, 身穿高速, 扬鞭大骂, 陶迁一出马于门骑下, 现身施礼曰, 千本玉劫好民宫, 勿托张凯护送, 不向贼经不改, 至有此事, 时不干陶迁之故, 望民宫茶枝操大骂约, 老匹夫杀无妇, 尚敢乱言, 谁可生亲老贼, 夏侯敦应声而出, 陶迁慌走入城, 夏侯敦赶来, 曹报挺枪越马, 前来迎敌, 两马相交忽然狂风大作, 飞杀走势, 两军激乱, 各自收兵, 投签入城, 与众计议约, 曹兵是大南帝, 武当自负往曹颖, 任其剖歌, 已就徐州一郡百姓之命言未决, 一人尽前言阅, 府君久镇徐州, 人民感恩, 今曹兵虽重, 未能击破我城, 府君与百姓坚守勿出, 某虽不才, 院师小策, 叫曹操死无葬身之地, 众人大惊, 便问即将安出, 正是, 但为那叫反承愿, 那只绝处又丰生, 毕竟此人是谁, 且听夏文芬节,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好的作品, 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, 主要目的是让盲人或市场人士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, 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, 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, 感激你看完这部影片,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支持这个系列吧,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, 请不要吝啬的,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, 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铛和给我一个大木钩哦, 请不吝啬的,